好,這一節的焦點我們帶大家來關心瑞典斯德爾戈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發表了世界核彈頭數量的推算結果 在這項報告當中指出呢,中國的核彈頭數量比起去年同期呢增加了90枚 那據這個推算的總數有500枚,說其中有24枚核彈頭有可能已經安裝在這個發射裝置上了 好,現在大陸呢快速在擴展這個核彈頭嘛,那首度把這個核彈頭納入了經常戰備是處於高度戰備的狀態 但是這樣的說法是真的嗎?韓妮你怎麼看? 看了一下這份報告原文呢,它並沒有說明就是所謂如今中國大陸有500枚核彈頭 它的結論依據或它到底是它的數字是從哪裡來的 那麼這些數字呢到目前為止也沒有得到中國大陸官方的正面承認 第二個就是它說24枚處於高度戰備狀態就已經放到了飛彈上 那麼呢也是一樣就是它怎麼會知道 它怎麼會知道大陸的多少枚核彈已經放到了飛彈上 然後報告的原文呢其實也沒有提到詳細的說法的出處 那第二個我們假設它的報告內容全部都是真的 因為這份報告之後它相關的一些媒體主要是在講說 哎呀你看這個中國大陸就在搞核威懾啦 這很可惡啦 你要降低啊 我們全球都要降低這個核風險啊 但是其他國家是怎麼做的呢? 一樣它的這份報告的數據啊 它說中國有500枚 但美國總計有5244枚核彈頭 就這樣好意思說中國大陸叫做多嗎? 對吧 你光看中國500好像很多 可是你看一下美國有5244枚是大陸的10倍 那麼第二個層次我們再看 那如果我們只看就是所謂裝在飛彈上的 就是已經處於高度戰備狀態的 是多少呢? 美國現役3708枚核彈頭 有1770枚處於部署狀態 英國有120枚處於部署狀態 法國有250枚處於部署狀態 那中國呢? 中國是24枚處於部署狀態 對吧? 就相較於其他的世界其他國家 或一些這個有核能的國家 中國大陸的所謂部署的數量跟比例 其實都遠遠低於其他國家 那這個樣子還要被西方媒體下標 想說指責 你看這個都是它在擴散核威懾啊 都它在擴散這個核風險啊 很顯然的這是一種雙標 那也因為在絕對數字上 其實西方要罵大陸是站不住腳的 所以它才會換另外一個角度 就講說你一年之內的成長速度 我沒有辦法攻擊你的總量 因為西方國家的總量其實是比你多 只好攻擊你一年內增加很多 但一樣 就這個數字呢 到底是真的假的 也是不知道 那麼真正威脅全球核安全的 到底是誰呢? 其實一樣在這個Spring的報告裡面 它裡面介紹了美國的五角大樓 規模龐大的武器現代化計劃 說啥呢? 說冷戰結束以來 美國一直都在翻新既有的核彈頭 來維持核武庫 而且呢 美國的核安管理局 在2023年 向美國交付了200多枚新的核彈頭 對吧? 你說這個大陸去年一年有90枚 結果發現同樣報告裡面寫 美國一年翻新200多枚啊 那到底是誰比較多呢? 而且呢 就還會有最新的計劃 要在2026年把相關的 這個所謂的淡新的生產能力 從每年10個再提高到30個 2023年還要再提高到至少80個 就是那個核武器的環新的這些建設 所以從這些具體的數字來看 其實到底全球誰才是核威懾 以及增加核風險的這個國家 已經非常明顯了 是 好我們下看要來看 中國和巴基斯坦聯手打造的JF-17雷電 也就是解放軍的驍龍戰機 那據傳這是蘇聯米格-21 還有美國F-16戰機的混血 JF-17呢 是根據中國以逆向工程 複製米格-21的經驗 我們從圖畫上可以看到 再加上巴基斯坦下是F-16的經驗 它研製而來 目前呢 說已經在緬甸還有奈吉利亞裡頭 投入了作戰部署 那伊拉克還有亞塞拜然呢 也是已經簽約來採購 好沒有來探討 蕭龍是在2003年的時候進行首飛 如今已經成為巴基斯坦呢 他們空軍的主力戰機 儘管它是銷售最廣的中國戰機之一 但是大家也很好奇了 說中國現在呢 沒有納入這個服役的行列 那這款戰機是要設計說 跟F-22正面的競爭 那大陸為什麼只賣不買 剛剛你怎麼看 你剛剛已經點出來了 很重要的就是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大陸的技術在一夜之間突飛猛進 在很多方面都是這樣 不是光是只有戰機的發展 航空母艦的發展 衛星的發展 太空的發展等等 那更不要講說動車就是高鐵的發展 各方面的技術都突飛猛進 我現在要講說JF-17 我們通常叫它叫蕭龍 蕭龍戰機其實是在差不多20多年前 就已經開始發展 它是以米格21就是前一代戰機為基礎 但是它吸取了巴基斯坦空軍駕駛F-16飛行員 他們對於戰鬥機的要求 他說你要給我一款 非常容易馬上入手 上手了我就上手了 航電系統是最基本的 但是不必太先進為什麼 因為我們對付的是印度 就是巴基斯坦跟印度在戰爭的水平之上 我們要馬上取得一款 非常容易能夠跟它作戰 而可靠率高的飛機 蕭龍就是這種飛機 你知道所以說 很多人都說 那為什麼蕭龍你們中國空軍 自己沒有配備呢 為什麼沒有配備 很簡單 就是因為後來 中國自己發展出了殲-10戰鬥機 也就是現在我們都知道殲-15殲-16 但是殲-10戰鬥機 其實在跟以後的 我們就是說殲-20的高地配裡面 其實說一句實在話 殲-10戰鬥機 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因為殲-10的成功 變成讓這個蕭龍戰機 它可以變成出口的一個角色 最重要的就是發生在這個地方 所以並不是因為說 難道你是說它不好嗎 我跟你講蕭龍戰機 低空操縱性能非常優異 優異到讓人家覺得說 有點像以前的什麼 以前的日本二次大戰時代 有一個叫零式戰鬥機有沒有 就是說它低空的時候 它低空操縱性能非常的好 它不容易失速 而且它的攜彈量雖然沒有殲-10 有11個外戰點 它只有7個 但是它在對地攻擊跟密接支援上面 其實它能夠達到了解放軍以及其他盟方的要求 說到性能我們再來看到 東部戰區日前公布了影片公開殲-20的性能 說它可以輕易達到超音速的巡航 大力稱讚說殲-20是這個 長空力氣、踹門神器 那這款戰機它是繼美國F-22、F-35之後 世界上第三款進入量產 而且有在服役的第五代戰機 好那現在北京方面宣稱說 殲-20具有隱形功能 還有先進的戰力 好像讓大家就覺得很好奇 它是不是可以跟其他的逆中戰機來互相較勁呢 其實殲-20行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殲-20 殲-20其實是完全從無到有 這架飛機我可以跟各位講 你可以不能想像說 它完全沒有逆向工程 什麼叫沒有逆向工程 也就是說大陸在這方面的技術是自己獨自開發的 完全獨自開發到可以跟全世界最先進的逆中戰機相抗衡 它的雷達截面積已經小到 通常我們來講說小到0.0幾平方米嘛對不對 現在這個數據是絕密的 不過我們猜測它可以到0.01平方米左右或以下 那是非常小了你知道 那時候你在雷達的攔截目上面 你看到會像一隻蜻蜓 不是蜻蜓是蜜蜂 比蜜蜂還要小 所以很難找得到 如果它的這個有緣相控這些雷達 自己本身就可以在300公里之外發現對手了 所以說殲20它現在在面對美國最先進的F22 跟F35的正面對抗的時候 你說誰輸誰贏其實很難講 為什麼 因為在數據上面的顯示 殲20自己在本身國內的演習裡面 它都是獨佔熬頭的 那它對於其他的第四代戰機 當然它第五代戰機的優勢是一定的 因為它的有緣相控這些雷達 老實講 那就是新的一代 前進的一代 所以你碰到說 如果說今天是遇到了美國的F22 或是F35 在相比較 相對抗的時候 它有一個優勢就是說 其實它的航程比較長 還有它的速度比較快 它速度高達2馬赫 就是2.2倍的音速 所以它其實在很遠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敵人 當然我們的F35 美國這個戰機 它也可以 就是說在很遠的地方也可以看到對方 那就是在說我們在近距離的接觸的時候 要誰比誰先下手為強 不要忘記的殲20 它不斷不斷的在進步 不斷在 就是說電腦以及雷達方面的 它的進步 都是我們一覺醒來 又發現說 哇它又更進一步了 它又更進一步了 反而是美國的F22 它成軍太早了 它是什麼 它是從2003年它就已經成軍了 現在的殲20是2017年才成軍 現在已經多達250架 總架數已經超過F22了 所以大家就知道說 它現在是真正美國的對手 是 不過我們最近來看到 有外媒捕捉到了大陸的艦載機 還有陸機戰鬥機正在同步的試飛 一個是殲35一個殲31 好 剛剛我們想請教你這兩個差別在哪 好需要你的專業奠兵 殲35跟殲31其實是同一架飛機 我現在以這個美國的F35為例好了 因為他們的外觀非常接近 我們到現在還沒有拿到殲35的模型 是 為什麼因為太先進了 大家要知道殲35 它已經先進到什麼地步 就是說它就是 你現在在想說 可能它是第五代的艦上戰鬥機 對不對 那美國的F35已經在艦上試飛很多次了 可是殲35 它將來的最大的 逆中能力跟那個F35 是同一個等級的 再來 它在下面的 我現在給大家看的 載彈能力方面 它將來將會 輾壓F35 為什麼 因為它可以載到8噸之多 哇 8噸是很多耶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一般而言 像F35 我們現在拿的是F35 架架飛機 實際上 它最多 能夠在彈艙裡面 帶多少 只能夠帶 四噸炸彈而已 外面它才可以再加掛 但是加掛 它就沒有了 逆中能力了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有 雷達截面機 一反射到 這下面有武器 有能 有腳 逆中能力 大減一半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逆中戰機 其實它的作用是 對空 就是空對空的 制空作戰 我不負責對地打擊 我也不幫你轟炸 我不幫你做這些事情 我要做的任務 殲20 跟殲35 跟殲31 他們的任務都是什麼 制空 就是打擊 我先把對方 如果今天 殲20 它要用在我們的 台海作戰之中的話 那它就是對付 我們的第一線戰鬥機 同樣 它在第一島鏈 它要對付的是什麼 美國最先進的F18 跟F35戰鬥機 所以大家就要曉得說 殲31跟殲35 是一樣的 可是它 細出同門 但是殲35 是在航空母艦上面服役 以電磁彈射 大概有8000千牛頓的力量 彈射出去之後 然後它就升空 執行任務 那殲31 是陸基的 空軍用的 所以一個是空軍用 一個是海軍用 可是他們的 那個 那個就是 動力來源的話 應該都是類同 是最新的 窩扇19 噴射發動機 窩扇19 噴射發動機 就是說我們 有空再來說 它已經突破了 像F35用的F135 它有4萬磅推力 然後我們據說 窩扇19 也具有4萬磅的推力 我覺得這些推力 都是在短時間之內 能夠超越 超越這種艱難的技術瓶頸 就代表說 還有更多是我們不知道的 中共科技的進步的地方 是 不過我想請教你 你剛剛說的殲31 跟上一回 你剛剛說的殲20 這兩個如果搭配 可以創造更大的優勢嗎 當然 他們是高低配 大家了解嗎 高低配 你說它是高 它是低 為什麼 它的高低配是 的原因是說 它的雷達解密機更小 但是呢 它 比較晚出來 殲31跟殲35 跟美國的F22跟美國的F35 是一樣的道理 它比較晚 它的電子系統當然比較新 它的電腦軟體 它的Link 它的數據鏈 當然比你先出來的殲20 要來的新影也先進 他們跟太行這個發動機 轉變成為了窩扇發動機 還有他們跟這個北斗衛星的這種連線 你覺得GPS 美國的GPS做得到的 他們都做得到 而且他們的力量 將是無遠駁戒的 是 更多的精彩內容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